大家好,我是崔松处 因为我们最近,尤其是春节过后 我们看到新一波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已经开始了 然后可能针对价格战 大家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是不是不利于行业的健康的发展 也有人觉得不应该打价格战 应该打行业价值战 各位怎么看待新一轮价格战的问题 包括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那也是请那个孙老师先来吧 我觉得那我直接说吧 第一个我不觉得存在什么所谓的价值战 价格就是价值 不存在什么价格跟价值是不一样的 就本身来说这两个是等号 一个东西因为我是销售出身 如果一个东西它价格优惠幅度特别大 那肯定不是它想优惠这么多 而是被迫优惠这么多 是用户对你产品价值的认可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东西不是厂家决定 本质上来说这个东西不是厂家决定 这个东西是市场决定 那现在的价格战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个从大的角度来看 是蓝油车正在快速的被新年给替代 蓝油车本身的价值在缩水 所以我们看到蓝油车一说嘴完之后 用户对你所有东西都是害怕的 比如说你的接下来品牌的存续 还有你的对你的产品的质量 还有对你的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就觉得你现在也没有溢价 所以他就会不接受你的高溢价 反过来新能源属于也是在一个转型期 也是属于在淘汰阶段 有很多玩家先要分成大玩家跟小玩家 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就导致了说 所有品牌是必然要打价格战 不是他想不想打 而是大玩家要通过价格战去洗掉小玩家 小玩家通过价格战 去赢得一部分的戏份市场空间 去活下来 我个人觉得价格战 不是说他健不健康 我是市场决定的 而且这种东西是不可逆的 一定会一直存在 崔老师 崔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不平等竞争 我们的新端车跟燃油车完全不是平等的 我们新端车享受剧烈的政策支持 我们新端车什么税都不交 我们燃油车交剧烈的税 然后我们燃油车的成本很高 我们新端车拿着这个国家的税收优惠 去打传统燃油车 比如说我买一个奥迪宝马奔驰 那奥迪交了多少税 那个我们的这些车交了没交税 交了多少税 然后这时候它的平等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它有这种价格优势 有这种税收优势 它把税收优势给国家政策优势 变成自己的一个价格优势 那这就是说我们说在政策支持下 采取的一个这个这个怎么说的 不平等竞争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政策支持的一个结果 但总体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新端车随着规模越来越大 体量越来越强大 然后某些企业的利润越来越高 它的税收也是客观说的话 把税收优势变成了价格优势 这个冲击力越来越强 我们认为这个应该说属于我们 现阶段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产物吧 我觉得就是刚才前面两位老师说的 我觉得都很对啊 我觉得这个确实价格战从我们消费者来说 我们是希望这个经营者能够去公平竞争 是吧 你越竞争 那我消费者可能就获利的更多 但是我不太同意用价格战这么一个词 我觉得还是应该公平的去竞争 是吧 那你要在这个 刚才那个孙老师和崔老师也都说了 就是说 其实你首先政策要公平 对吧 当然我们要鼓励新能源车去发展 是吧 因为它确实可能代表了一些这个发展的一些 对我们的环保啊 对其他可能有一些好处 但我们可能要综合的来评估 它对这个市场 对消费者 是吧 对我们的公共利益 它的这种利弊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种政策 可能也不一定是长期的 是吧 可能过了一个阶段 它要适时的去调整这种 政策上的这种公平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汽车企业之间的这种竞争 我觉得也要公平 起码你要是在法律的这个基础之上去竞争 你不能说违背我们的法律去竞争 或者说去审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这种竞争 那如果说一个汽车的产品 它本身它的成本就要一万块钱 那你让它卖九千 那这样的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 那尽管消费者可能短期获得了利润 那它从长远来说 它要不就是要降低它的那个质量和标准 那要不然它就将来要减少相关的售后服务 那我觉得这样一种是吧 不是公平的 不是一种正常的竞争的话 那它也不是没有可持续性 将来甚至对消费者来说 你短期获利了 从价格上好像占了一点便宜 但是从长期来说 那它将来对你个体来说可能也不利 那整个对这个汽车行业的发展来说也不利 那最终还是消费者也会要吃亏的 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崔老师提了一个观点 就崔老师观点是觉得 现在这个新的原车企 还是享受了一些这个税收啊 一些优惠政策的 跟燃油车可能这个政策起点啊 包括这个政策环境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孙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觉得比如说 这个新年汽车的这个价格体系 这个跟燃油车市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异 或者区别 这个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我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个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公平的政策 举个例子 我是2011年开始卖车的 2011年在System 2010年刚好是09年 国家针对那个二手车 现在马上已经快进入了出来了 对吧 那包含当时的购置税减半 当时的政策 其实就比较偏向一些小排量的 南油车里面小排量车型 到了2015年 我真正在卖车了 然后当时我们经历的是 第二轮的购置税减半 但是内轮购置减半 从本账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内轮购置减半 只变向1.6升以下的发动机 那也就是这个政策 我觉得所有的政策 回到本质来说 是国家在引导 整个市场消费 往哪个方向在发展 就政策的本质 不是为了公平 而是为了国家认为 往哪个方向发展会更好 这是政策的本身的问题 第二个 就是我认同崔老师的看法 就是政策本身 现在对新能源 确实有非常大的扶持 那这个是事实 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事情 这事情本身是对的 但就本身就存在的 但是在我眼里 这是对的 因为如果你对一个刚兴起 而且实际上我们新能源 真正开始迎来爆发 也不到三年时间 对吧 三年时间 我2002 就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新能源还 当时大家看到现在 还只有百分之几的渗透率 到今天已经快到48%了 我相信后面的政策 一定会慢慢的退坡 慢慢的退坡 但是在前面 给政策造影是必然的 因为如果都是公平的政策 从本质上来说 是对新能源的不公平 也是对国家整体政策方向的 不一致 因为国家一定是鼓励新能源 因为从用作的 不管是从产品本身体验 还是你现在要建充电桩 要让更多科技 接受这个东西 你必须推进 我觉得政策的本质 不是为了公平 是为了国家的 整体政策方向的引导 这才是本质 那当然我相信 接下来关于新能源政策 一定会退坡 一定会退坡 因为当所有人都开新能源的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的 就是补贴的必要了 但是在还没有完成到 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这退坡 不会是一次性的 而是慢慢的往后退 这是我的看法 其实大 外界可能会有一种观点 觉得比如说是不是 燃油车更保值 或者说觉得新能源车的 这个价格体系波动 是不是过于频繁 可能外界有这么一种印象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这个问题 也可能新能源汽车体系 这个价格波动的背后 有哪些原因 不管它对于消费 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它可能是利益更多一些 还是也会遇到一些 比如咱们今天提到的 可能这个用户权益的 这个问题 大家怎么看待 你从孙老师先开始 我觉得价格 又回到价格问题了 我就回到那个问题 价格不是厂家想控制 就能控制的 我自己是PU的筹注 小峰PU的筹注 我买的时候是22万 到去年的时候 已经可以优回到16万了 官方的指导价 已经干到16万了 这个价格是小峰想定的 不是 是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属于说厂家也不可控 不可控 就不是说厂家说 我今天想定什么价 明天我就卖了掉 是属于市场竞争决定了 你要买现在这个价格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 其次你是说 现在价格降这么多 对用户是有利的 我觉得对所有的用户都是有利的 你既然想尝先买一辆新能源车 那你一定要承担 后面会降价成本 这是我的认可 我自己在买PU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识到的一个点 就是我买这个车 我就做好一定亏钱的准备 而且说句更难听一点的话 男用车在亏 新能源在亏钱 男用车更亏 男用车凯美瑞 在2021年主动掀起打价格战的 2022年年中的时候 主动打价格战 他从原来一会八千 直接干到一会四万二 原来的凯美瑞都在20万左右 结果直接干到现在15万 16万就可以买一辆凯美瑞 现在是男用车跟新能源都在贬值 大幅度的贬值 我觉得这个是市场竞争决定的 我觉得对用户来说 就是好事 市场竞争 能买到更便宜的车就是好事 至于你买了 你觉得你吐槽 你买亏了 没办法 因为我们在一个动荡期 本身就要做好新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 但对用户来说一定是好事 齐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完全 怎么说呢 这个价格竞争有良性有恶性的 我们的价格竞争 目前处于偏恶性的价格竞争 第一个价格竞争 目前出问题在哪 就是我们其他行业是不是高利润行业 我们其他行业利润率 大家知道 5% 我们跟石油行业 30% 烟草行业 16% 9% 9% 18% 然后 一要行业 15% 其他的 耐用消耗品行业 也都比我们利润高 其实行业不是一个高利润行业 其实行业在有些 高端 有高利润 情况下 整个 全行业 属于一个极其艰难的状态 所以 首先来说 它不是一个 有利润打价格战的一个体系 所以它这个 在本身的体制上来说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特别适合打价格战的 而且我们的价格在世界上来说 也是特别低的 现在出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一打价格战 世界人民说了 中国车千万不能来 我们要把中国车堵死 美国已经说了 如果中国车去美国 对美国其实工人是个灾难 那么美国就明显来说 现在用各种手段去堵中国车 欧洲去堵中国车 后面其他选堵中国车 我们 车市要发展 绝不能靠亚非拉 一定要靠欧美 然后欧美现在把我们当着敌人 洪水猛兽 认为我们是改变了整个工人阶级的一个 生存状态的状态 我们天天996 然后还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然后他们天天每周工作40个小时 还要降到35个小时 然后还要求涨工资涨30% 我们跟欧美的工人的状态是 严重的一个不一致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看到我们觉得是一个非正常的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现象出现了 所以他这个加拿大不是一个正常市场经济的一个事情 而是一个在极度内卷卷 尤其我们中国现在把互联网思维全拿过来了 就是说我先自己活不活不让 我先把别人卷死 然后基本来说就是亏损一切 然后把别人卷死之后 我独占市场 独占市场再能够获得一定合理利润 这个逻辑去做 然后导致整个行业面对利润的一个急剧的一个萎缩 尤其是我们中低端的车到底贵不贵 然后现在竞争力到底怎么样 然后我们很多很多的现在合资品牌车 客观说我认为合资品牌车现在就是最物美价廉的产品 品质好 然后产品的设计各方面都极其优秀 然后但是价格应该说被冲的很惨 然后最终一个结果是什么 是人就撤了 人不跟你玩了 就你中国玩中国的世界玩世界的 那就最后形成了一个 你比如说领木车了 然后飞客车了 三菱车了 好多企业车了 你们认为那车好像是 帝国瑞加日韦伯逃跑了 但实际上来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平等竞争上 大伙合理状态 他们在中国的确是竞争不过我们 但是我们竞争的这个惨烈程度 也对我们自己并不好 这个竞争完以后 是不是使我们提升技术提升质量了 我们天天都在低端打架战 你看高端有谁打架战了 我们技术提升了多少 我们这些东西到底在世界上竞争怎么样 是不是真说我们对那些车的技术得到一个大幅提升 我们是靠着其他产业链的优势 把家电产业链还有其他的我们多少年的这些组合优势 拿过来以后对汽车的传统产业链发起一个攻击 然后形成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重新的一个洗牌的过程 这个洗牌我觉得相对来说 客观说相对比较快比较惨烈 而且的话对整个行业来说 大家的急功近利的心态比较明显 行业本身来说大家可能增长10%15%可以 但我们一定要增长50%100%甚至翻两倍 你看好多企业是不是以一个正常心态去做企业 而是说以一种超常规的高速挤压发展的一个探势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话 还是价格竞争应该说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一概说价格战就是好的 也不能说价格战是坏的 我们说价格战是不是在合理可控 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形成可持续的长期的利益 而不是说短期的去做 所以我们也是既反对价格同盟 又反对这个过度的恶性价格战 否则的话我们产业我觉得就不健康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好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汽车行业 它应该来首先 它是一个市场竞争充分的一个行业 它就说它没有这个 我觉得不行